嗨 今天是第幾天的行程 第四天 也就是我們的最後一天吧 今天我們就要離開新加坡了 應該是明天啦 就是過12點 正好12點多 12點35的飛機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現在在哪裡 今天第一個行程 牛車水 因為剛剛下雨 我想說今天應該逛不到牛車水 結果我們想說去逛一下百貨 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新加坡的牛車水就是 China Town 就是中國城 可是也不知道為什麼它叫 牛車水 骨茶水 我們其實早上就要來啦 結果是因為新加坡下雨 看地上濕濕的下雨 所以我們就在商場裡面 躲雨 躲完了現在終於沒有下雨 有點便晴了 我們就再出來這裡逛逛 來給大家看一下中國城 老天爺 老天爺真的是不甘的蛤肉 就才說他有點便晴而已 他現在又在給我小便 開始有點尿尿 可以逛一下街 然後開始 老毛病 Angel老毛病又犯了 每次一出來就是一直跟他逛街 他就整了就緩 整條街都是逛街的 嗨 我剛才我們在商場裡面 我看到那個 Ocean按摩椅啊 我就說我要試看看 在那邊腳底按摩超爽的 再給大家看一下 中國城的街景 然後 我覺得這裡就是很中國風的一個 一條街 然後兩旁都有那種 很特別的那種 建築物跟牆 然後 而且又很方便 我的身後正後方那個 MRT捷運起來 就可以逛這一條 我剛剛看到明信片這裡賣的比較便宜 我背貴了90元 可是款式不同不是嗎 那你要跟大家講一下在這邊怎麼寄 怎麼寄那個明信片嗎 明信片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住的飯店剛好可以幫我們寄 所以我們就 投入那個信箱啊 這裡的那個 郵票比較便宜 一張寄到國 可以寄到國外才50 因為從這邊 從這邊到台灣比較近啊 可是他那個50TEN是 寄任何國家都可以啊 是嗎 是啊 他有說 喔 真的有下大雨 對啊 可是大家還想要看 再給大家看一下 沒有吧 大家不想看 在澳洲做農作物的做田的在田裡面工作久了 其實下這種一點小雨啊齁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 因為不知道以前還沒有去澳洲做農的就下一點小雨就好像要死了一樣 又趕快躲啊 趕快回家趕快坐氣氛車啊 騎腳踏車啊 幹嘛啊 再怎樣都趕快跑回家躲 現在 因為 在澳洲練就一身淋雨的豐富 所以 噴一點小雨 真的無所謂 而且 不知道為什麼 老外真的都不撐傘的 好像都沒有在下雨啊 給大家看一下這裡 就是一個很古色古香然後充滿中國風的一個一個地方就是這裡牛車水 然後 然後 聽Angel有介紹說 這附近有一家海南雞飯 來新加坡最重要就是要吃海南雞飯 然後有一間叫做天天海南雞飯 然後 據說很有名 所以待會我們可能就會去吃看看 然後 待會如果 有 成功找到吃到的話 再拍給大家看 掰掰 掰掰